近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,饮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。 然而,在茶叶市场繁荣发展的同时,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追求利润。 在茶叶中添加人工添加剂,导致消费者饮用后出现健康问题。 今天就给大家揭示一种伤肝的茶叶,并呼吁大家谨慎选择保障健康。 一、喝茶也伤肝。 说到饮茶,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提神醒脑,养生保健。 的确,饮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。 然而,近年来却有一些人因为饮用茶叶而引发了肝损伤,甚至有人因此丧命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,这种伤肝的茶叶并不是真正的茶叶,而是一种人工添加剂,香精茶。 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感和追求利润,会在茶叶中添加一些人工香料或者化学物质,以制成色泽鲜艳,味道浓郁的香精茶。 二、伤肝的茶叶人工添加剂香精茶。 那么,这种伤肝的香精茶究竟会对人体造成多大的危害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专业医生的解释。 医生指出,香精茶中添加的人工添加剂成分不仅对肝脏有害,还可能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影响。 长期饮用这种香精茶可能导致失眠、头痛、头晕等不是症状。 特别是对于肝病患者来说,长期饮用这种香精茶可能会加重病情,甚至引发肝衰竭等严重后果。 三、如何辨别香精茶和真正的好茶。 既然知道了伤肝的茶叶是什么,那么我们该如何辨别呢? 其实,辨别香精茶和真正的好茶并不难。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技巧。 一、看色泽。真正的茶叶颜色应该是自然、均匀的。 而香精茶则因为添加了色素而呈现出不自然的色泽。 二、闻香气。真正的茶叶香气应该是清新、自然的。 而香精茶则因为添加了香精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 三、长口感。真正的茶叶口感应该是醇厚、灰甘的。 而香精茶则因为添加了化学物质而呈现出刺激性的口感。 四、看茶叶底。真正的茶叶底应该是有弹性和色泽的。 而香精茶则因为添加了化学物质而呈现出无弹性、黯淡的色泽。 当我们饮食时,也应该增加摄入一些有益于肝脏健康的食物。 养护肝脏需要每日三餐都要考虑。 在这里,我想分享一个对肝脏非常有益的美食食谱。 推荐食谱。 小炒秋葵。 准备食材。 秋葵。 大蒜。 小米椒。 生抽。 制作步骤。 一、准备大约半斤的秋葵。 将秋葵放入碗中。 加入一勺面粉。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。 用面粉帮助清洗秋葵。 搓去表面的毛茸茸。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。 将准备好的秋葵切掉顶部。 然后用斜刀切成斜块。 二、将五花肉切成小块。 然后准备大蒜、生姜、小米辣、大葱。 切成蒜粒、姜丝、姜末、小米辣圈和葱末。 三、在小碗中混合生抽、酱油、食用盐、鸡精、蚝油。 五香粉、白糖、淀粉和清水。 搅拌均匀。 准备好备用。 四、在锅中烧开水。 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然后焯水秋葵片,大约一分钟。 捞出时可以加一些食用油以保持翠绿颜色。 五、在炒锅中加入食用油。 加入五花肉块。 煸炒至多余的油渍被炒出。 加入姜、蒜末和小米辣。 炒香。 接着加入大葱和秋葵叶子。 翻炒均匀。 最后,倒入预调制的料汁,继续翻炒均匀。 确保所有调料均匀覆盖在食材上。 炒汁入味后,即可出锅。 总结,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点个赞看。 如果觉得有用,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祝大家身体健康。